好 TVBS的頭條 最新情報戰 今天要帶給大家的是 演藝圈的喜訊大禮包 首先是韓星宋仲基 他在去年的時候 跟英國籍女友凱蒂再婚 同時也宣布說有了寶寶 那麼有了兒子 其實在今年7月的時候 在接連爆出說 這個太太似乎有懷上了二胎 如今這個消息是確定了 因為在昨天的時候 宋仲基在自己的官方社群上 有提到說 這個二胎女兒確定是出生了 那麼其實他不只是曬出了 這個女兒的小手照 非常的可愛之外 其實他在文章當中 也有提到說 現在人正在羅馬 他在自己在這邊 遇上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 那麼此外在隔了一年多之後 又有了二寶 而且是非常漂亮的女兒 因此他自己的心情 也非常的激動 事實上宋仲基 他現在的人生重心 多半是先幾年主要是工作 那麼現在這幾年 他都把重心放在了家庭之上 好 接著我們再把鏡頭 轉圍到台灣 我們來看到的是 歐陽妮妮以及江淑豪 我覺得其實我懷孕前 我就覺得應該我會生男生 可是最近有點覺得 好像是女生 Yay 我一直都很希望是女生 但是我們最近一次的 那個產檢超音過照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自己看 我覺得有一種很男生的感覺 他們兩位是在今年7月的時候 宣布結婚而且懷孕 不過這個歐陽妮妮 他肚子裡頭的寶寶 是男士女一直都沒有揭曉 那麼如今這個歐陽妮妮 他也透過Vlog的方式 分享說這個性別趴揭曉的當下 那麼當天受邀的 其實非常多的親友團 包含了歐陽娜娜 歐陽弟弟等人 歐陽龍等人都來到了現場 其實在活動開始前 大家也有猜說到底是男士女士 每個人給的答案都不一樣 因此穿的衣服的顏色也都不同 最後答案揭曉 確定這個歐陽妮妮 懷的是這個小男生 那麼此外呢 這個我們來看到的是 最後是在上個月初也當上了 爸爸媽媽的這個傅孟伯夫妻 那麼其實傅孟伯他在昨天 也在自己的社群上分享說 這個老婆這個寶寶出生的過程 他也提到說 其實在生產日的當天 他一整天的心情都非常的焦慮 那麼其實太太的情緒 相對來說也穩定了蠻多的 那麼其實在太太這個 在進到產房之後 其實傅孟伯自己的心情上 是非常的忐忑 最後終於等到女兒的出聲 也聽到了女兒的哭聲 自己是感動到掉下眼淚 也說這一刻 這個太太真的是非常辛苦 以上是一間的TVVS的TOTAL 決心情報戰